早上小票跳舞朝日气氛 侯友宜在端政策牛肉锁定小子化 第三胎以上的家庭 夫妻一生一次百万补贴 还有房地产的也不在范围内 至于动软以及育儿留职停薪 侯友宜也在加码开支票 这天是他市政请假首日 一早在龙山寺先跟新北市民说拍谁 我跟新北市的市民说抱歉 但我不会忘了 新北有事还是侯友宜的事 侯友宜足足请了113天 让绿云嘲碰刚连任的他 正当补助款加上政治现金 接近上亿却有大半时间 没再当市长 上班大概只有一半 也就150天 如果换算起来呢 他一天爽拿65万块 欺骗市民呢 侯友宜实在好赚啊 就连请假时间点也很刚好 除了选在全国哀悼 平东大火之际 明年度新北市府总预算 比今年增加155亿 史上最高 26号新北议会将开议监督 不过侯友宜已经请假 不用备寻 更不用针对总预算报告 我都是按照规定 公私分明 他常常在跑选举行程 其实那位总统应该来跟我们的全国民众报告 又轻尬了我 副总统是被位元首 全时间执行宪法所赋予的职权 没有请假的问题 过去连赞副总统在参选总统的过程 也都没有请假的问题